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联的朋友可以免费咨询我任何问题 不收任何费用 小胖哥这边在招待你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三联小胖哥 京东开店呢 加内幕、跨内幕 老哥找我 他就是想让我帮他加内幕 他之前有一个优创店 那内幕是售钱是到期了 那他问我 他说你现在加内幕 这个包括细费这一块是多少钱 怎么收费了 我说这个一套资料的话 包品牌、包质检的话 一年是500左右 看你要搞几年 他说你这个价格怎么这么贵 以前好像没有这么贵 我说这个价格已经不算太贵了 车评的优创店 他也有五六个类幕 那我需要给你弄五六个品牌 那加五六套质检 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他说之前是100块钱 我说之前100块钱是只用了一个商标 就是12类的一个商标 那现在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现在一个商标的话就开不下来 你算一下我资检报告就要做多少套了 那这一套资检报告得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只有一个12类的 那是开不下来的 那你如果只要一个12类的 那就100块钱可以 如果说前套的话价格就稍微贵 他说现在加内幕还需要3C吗 因为之前优创店有一些是需要3C加不过去 我说我这边加的话 就是基本上是不用3C证书 那也可以用资检报告去再代替 那有一部分东西呢 3C的话我也有 你放心给我搞 就是我帮你把内幕加上就行了 老哥说可以 那你帮我加好 先弄个一年试一下 我说问题不到 那就开稿 我这边加汽车的内幕 不管是汽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内幕 都有一个商标 全部的一个资检 就是一系列的资检报告 非常齐钱 3C也有 那有一些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做了堆了就是放在那里的 所以说很多内幕我这边都是非常齐钱的 那我在帮老哥加内幕的过程中呢 我又发现京东开店加内幕又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一直跟大家在强调京东无时无刻都在变 他有什么变化 就是基本上不用传什么商标证书 你只要写一个商标注册号 那就京东就可以识别到你的商标还是蛮先见的 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所以说在加内幕的过程中呢 我们这边算是非常专业的 那有很多老哥 他们过来他想加内幕 他想加什么内幕 他们想要跨大类 我就跟他说我说跨大类不行 他什么各户跨美妆 美妆跨各户就是跨来跨去的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小店是跨不了 京东跨大类也是要看的 有两种是可以跨 一种呢是卖场型旗舰店这种可以跨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 就是卖场型旗舰店 他本身就是有很多多品牌可以跨 那如果说是普通小店那就跨不了 那如果说是企业店铺的话 那就要看运营给不给你跨 因为每个京东每个平台每个类目 他都是要求就是只能一个一级类目 一级类目下面的二级类目可以跨 可以开可以多开 就比如说你是机家了 那你厨房用品的对吧 加装加机加房厨具 这些你可以同时跨过来跨过去 那一个时尚类目这样跨是没问题 那如果说不是的话 那就很难搞 所以说加类目也好 跨类目也好 都是有技巧的 有一些能搞 有一些不能搞 那因为平台规定怎么去操作 那就怎么样 我们这边也决定不了 但是我这边呢就是最大话 帮你们把这个就是类目给加上 所有的一级二级类目能搞的 就是最大话帮你搞上去 我们这边商标期前 自检期前 价格也非常优惠 所以说欢迎大家 就是可以来找我搞这些类目 加类目这些都可以